我想问问你 杨婷说你们在一起有七年 快七年的时间了 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选择 跟你朋友一起商量呢 因为他为我做的 为我付出的 我觉得已经太多了 你知道以前 我们刚刚开始做剧场 说相声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是每个星期都有演出 然后他为了支持我 他就把自己工作都辞掉了 而且包括后来 后来确实也是 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 也没有太多的收入 那在家里这些开支 也都是他来负责 他来承担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我做这些事情 变成别人的那种负担 就这分手就对我好了 那你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现在 因为我现在 我不能给你什么东西 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 那你早的时候干嘛不说 你到现在才说 我都老了 对不起 我发短信跟你说分手 就是向你来哄我 结果你什么都没能说 我只要知道 你不是不喜欢我了 我觉得就行了 当然不是不喜欢你了 可可能的话 我希望我们两个还能在一起 如果你继续这个样子 谁敢跟你在一起啊 我特别好奇 在你的心目中 为什么相声的那个比重 会大到超过父亲跟女朋友 一方面是我个人的一个理想 那另外 它作为一种文化的一种代替 它传承了中华的 很多这种历史的文明 很多历史的这些典故啊 所以我很喜欢她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跟你说分手 真的这个决定是 可能我这七年当中 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了 其实我心里曾经真的也怀疑过 她跟我在一起 只是习惯了我 习惯了有我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把我换成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不是真的因为我很特别 一个快三十岁的姑娘了 你还要让我等 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知道其实我真的是想 贵阳这边就不干了 然后带着你我们一起回家 我不反对你在贵阳说相声 其实你对相声的执着和付出 我能够理解 这真的是你吸引我的地方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 很确切的说法 给我们家里面一个说法 就算我愿意等吧 你觉得我们家里面人 还愿意我这么跟你耗下去吗 你说的我都